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表姐 最近因为铁身罗志祥 泰国白龙王又进入了大众视野 2007年罗志祥曾拜见 白龙王得到了几句真言解释 不要骗妈妈 如果能做到这些呢 他就会红的很久 当时罗志祥为了红 听从白龙王的话 选最多大牌艺人的那家 于是加盟ENI 就连工作人员都是选 可以望他的属相 果然呢专辑大卖广告不断 红了之后的罗志祥 却忘记了要戒色这事 不但没有戒色呢 还纵欲 白龙王究竟是谁 为何香港娱乐圈的人都敬他几分 据说20多年前 向华强向华胜两兄弟参拜龙王庙以后 白龙王与香港娱乐圈 至今呢已经有近20多年的渊源 听闻白龙王呢 指点迷津逢生化吉 龙王庙中密密麻麻的信徒名册中 有陈龙 刘德华 杨朝卫 梅艳芳 阿娇 谢霆锋等 但凡有点名气的艺人呢 没有不想去拜访白龙王的 于是白龙王构成了一部 叙事宏大的香港演绎编年史 记载了娱乐圈隶属不尽的流年 白龙王本名原名周青南 籍贯广东省潮州 泰国华侨居泰国中部春午礼府 人称泰国白龙王 据说白龙王在23岁的时候开了天眼 原本呢是个普通的维修工 可在40岁那年白龙王托梦给他 说他是白龙王转世 从此呢开始为人开悟指点明星 据当地泰国人讲 本地人对白龙王并不熟悉 白龙王庙在当地人呢 看来就是外地人旅游的地方 原本白龙王庙只是一间草屋 但因为帮助过一个大富豪 于是那人呢帮他建了白龙王庙 因为白龙王点化过很多人 于是很多香港台湾省 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人都慕名而来 白龙王虽很有名气 温室并不收费 但可选择捐献200元以上的泰铢 作为泰国偏远地区小学 新建经费 普通新众呢也可以见到白龙王 一礼拜只有三四天见人 一天呢见100到150人 要是没有一点毅力 或者没有缘分也很难遇到 上世纪80年代 由香港富豪黄创山 将他引接给当地的富豪及娱乐圈 可能因为香港娱乐圈的几个大佬 都姓白龙王 很多艺人呢也纷纷前来拜访 对白龙王深信不疑的是 无间道的投资人林建月 那些年呢林建月事业低迷 2002年投资4000万 开拍无间道 林建月呢 请白龙王到香港主持无间道 开进一室 让白龙王摸主演的头祝福 原本电影名为无间行者 后听从白龙王改名为无间道 结果电影在但是下票房 高达6000万港元 成为当地电影业的神话 至今依然是幻亚最高票房的电影 从此林建月的事业扭转乾坤 之后拍的无间道续集 上映的日期都是白龙王选的 无间道3终极无间首映礼时 让全体的演员穿紫衣出席 记者招待会 后来导演刘伟强和他老婆 也成为了白龙王的忠实信徒 及入世弟子 林建月心怀感恩 每年呢都要拜访 白龙王不说 13年白龙王因气管炎住院 林建月呢 把给白龙王住了泰国最好的医院 医药费全包 据说在所有的信徒中 白龙王最喜欢梁朝伟 还把他呢认作干儿子 白龙王曾一直提醒 梁朝伟不要拍跳楼戏 梁朝伟听从白龙王的话 请武术替身 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 那个武术替身受伤了 每次拍戏前 梁朝伟都会去拜见白龙王 据说梁朝伟为了防止桃花 在厨房拿一个特制的水杯 把里面的水倒进饭桌上的碗里 虽然白龙王一直对梁朝伟不错 但对刘嘉玲不理睬 据说曾四次聚见刘嘉玲 原因是刘嘉玲个性太绝 难以点化 刘德华曾被血藏长达400天 白龙王告诉他 不要太心急 你不用担心 你的高峰还没到 未来呢还有十年的大运 你一辈子都会走演艺圈这条路 叫刘德华谦虚点呢会红的更久 刘德华听从白龙王的告诫 加上呢他自己也比较勤奋 后来在邵逸夫先生的调解下 重见天日 舒奇呢也是白龙王的信徒 曾点播舒奇脾气好 成日笑 说他姻缘不好 让他带上六串手练护身 白龙王告诉黎明要小心女人 没有过多久呢 黎明被绿 就连杨寿成也找白龙王 白龙王呢让他找属猴的 单亲家庭的孩子 于是签了永祖儿和谢霆锋 这两个可是摇钱术啊 08年阿娇陷入印照门 老板杨寿成呢 曾找白龙王多次施了闭门根 第三次才得以见到 当时还剪了阿娇的一撮头发做法 但白龙王说 此次老板不会有事 单歌手会有事 过了9个月呢 阿娇再找白龙王 送给他十二子真言 付出不是不行 但是要一个人 谢霆锋曾被告知 小心车 当时他因为顶包案 还有点不高兴 第二天和妹妹吃饭 故意不开车 搭了低市 结果呢在路上撞了一个少女 尔东升婚前 带着娇妻去探访白龙王 白龙王说两人结合 会姻缘美满 会望运势 任贤情呢 被指点为逢武必发 但要改脾气 要对家人好 所以小齐将唱片与电影选在五日推出呢 都可有好成绩 据说拜见完白龙王的每个人呢 回家后带周围的人都比较好 不好评判白龙王预测能力如何 但就凭他的一句真言 很多人就能转运 对父母好 对家人好 不乱发脾气 人的运势均在自己的手里 所谓的点花也就是心理的暗示作用罢了 不过受困之人呢 确实需要别人点花 好了 今天的八表姐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